这是两只老狐狸之间的较量 一位是中毒垂死的秦县公 一位是总领国政超长待机的上大夫干龙 他们这次谈话的焦点 就是下一任秦国国军的人选 秦县公中的可是无药可制的狼独 已经时日无多 老干龙心知肚明 对于这次谈话也是早有准备 但是一上来还是使出了一招 揣着明白装糊涂 秦县公一听就笑了 你呀真能装 我什么情况你还不知道吗 老干龙继续装傻充愣 您看您这一伤 我竟忙着帮您处理国政了 也没来得及去探望 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老干龙很清楚 秦县公一直放出的风声 就是自己伤情无碍 他这个时候要是表现出知道实情 不就表示自己有所图谋了吗 所以绕了这么大个圈 潜台词就是 我很忙 对您的病情不甚清楚 秦县公一看 这老狐狸不接招 算了 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老干龙赶紧装出一副悲伤的表情 做好了接招的准备 切入正题之前 还得先来点铺垫 秦县公掏出了感情牌 跟他聊起了君臣情谊 要不是你当年古动老师族拥戴 就没有我现在的王位啊 秦县公说到动情处 老干龙也赶紧配合着嚎啕大哭 只不过听得见雷声 看不见下雨 秦县公一看 哎呀 这演技简直没谁了 快起来 给你张S卡 老干龙这下放心了 赶紧发表进击感言 表示感动 这情感铺垫做足了 也该谈谈正事了 秦县公直入正题 你看我这两个儿子 哪个更好啊 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比较合适啊 老干龙稍加思索 拿出了官方答案 两公子各有所长 具体谁更长 我也不太清楚啊 秦县公就不买账了 你上次不是还说 让迎钱来辅政吗 意思是不是迎钱更长啊 若长公子即位 必能推行 君上未完成的行政 凝聚秦人 已收复失地 众公子夺取谋律 亦有正才不足吗 秦至少 举国之勇 与义夫之勇 不可同意而已啊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这不是杜智劝说老干龙的话吗 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 意思并不那么明显 老干龙虽然希望迎钱继位 但是他心里也清楚 这哪是他能说了算的 把老士族的话传达给秦县公 这何尝不是一种试探 他也想看看秦县公到底会怎么选择 最终继位的人选 也就决定了将来的朝局 以及他自己的站位 老干龙还想补充些什么 可秦县公不想听了 闭上眼睛就开始装睡 等老干龙走远了 马上纠正开眼 紧急密照两公子回宫 看来是心中已经有了决定 这是秦县公的小女儿 盈玉公主 得知老爹病情加重 赶紧回来探望 除了王位的传承 秦县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 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 自从老爹中箭之后 盈玉公主一心想的就只有报仇 秦县公心中充满了悲伤和不舍 汗水中夹杂着泪水 强忍着伤痛 保持着微笑 仔细端详着他 想要把女儿永远记在心中 刻在脑中 这是影视剧中常用的梗 这话一出口 基本就代表着他最多还有三天的时间了 秦县公后半生一直忙于征战 从来没给盈玉过一个生日 这也就成了他临终前最想为女儿做的事 说到动情时 盈玉就要唱歌给老爹听 也许是因为气氛过于沉重 就连歌声也充满了悲伤 回想当初出征时 杨柳依依随风吹 如今回来路途中 大雪纷纷满天飞 道路泥泞难行走 又饥又渴真劳累 满心伤感满腔悲 我的哀痛谁体会 父女俩抢颜欢笑 站在门口的王后 听到歌声却已经崩溃 也许是夫妻怜心感同身受 秦县公一时激动 口吐鲜血 昏死过去 两公子接到密令 一前一后赶回岳阳城 迎前刚到城门前 就被掌使公孙谷拦下 担心城中有变 强行带兵进城 并不顾宫门不得驻军的严令 命令手下兵士 驻守在宫门口 公孙谷再次上前阻拦 迎前担心老爹安危 心中着急 拔出天月剑就架在他身上 幸好迎去梁赶来解围 迎前这才放心把剑收回 公孙长使军上口罩 立即指挥群臣正变能后 大哥 功夫正在等你 快去 营区梁要求兵士解散回营 谁知他们却只听迎前号令 转而一想就明白 应该是迎前为防宫中有变 故意留人在此助手 于是便再没多言 这是上大副甘龙的个人表演时刻 群臣接到诏令来参加朝会 早已等候在宫门前 老甘龙不仅不慢走来 群臣赶紧上前拜见 看到宫门前的兵马 又见长使公孙谷前来迎接 老甘龙就猜到情况非同寻常 长使身处中枢 奉召召集朝会 老夫更想请教啊 长使可是国君亲信 掌管机密 这个时候竟然不在国君身边 反而出来召集朝会 老甘龙这一问 让公孙谷非常尴尬 老甘龙听完 转过身来面向群臣 一本正经的说出了一番 教科书般的胡说八道 群臣也都乐意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次朝会召集仓促 再加上秦宪功身中剧毒 大家也都能猜到会有大事发生 可是为了避免忌讳 不能贸然发问 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老甘龙这一戏话 尽显高明老道 给不知所措的群臣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话题 众人听后如释重负 来到郑市堂 就三五成群开始议论战事 顺便互相打探消息 老甘龙趁机悄悄把学生肚致 招呼到身边 就在这时 赤后来报 魏国正密谋大举进攻 公僧古想都不想 立刻就要面见军上 老甘龙多了个心眼 赶紧拦住他 并上前询问是否属实 得知消息未经确认 转过头来提醒公僧古 公僧古不明白 这么大的事还要等什么 公僧古还是心计不足 只听到了后半句 老甘龙看他压根没听明白 再次提醒 公僧古思索片刻 终于明白 这老狐狸说的有道理 一边是未经证实的传闻 一边是极有可能确定新军 除情殊众 一目了然 大家都聚在这 不正是因为这个吗 就在群臣交集等待的同时 另一边的秦宪公 已经分别召见了两公子 一个是老士族吉利拥戴的 长公子迎钱 一个是老兵们 纷纷认可的重公子迎去梁 秦宪公将如何选择呢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是猪梦 我们下期再说